官员开博现象如此吸引眼球也就不难理解了 网络的平等性要求网络时大的官员少点关系多点坦诚和包装 网络的开放性则要求官员少点独唱多些合唱 面对突破传统的交流方式 开博的官员们是否承受了不为人居的压力 面对作秀的质疑他们如何回应 这就是官员开博的基本情况 我想问问您 您是出于一个什么想法开博客的 其实说来有话长 因为我接触网络是比较早 后来到了卫生厅之后 就去省信访局 今年三个月的信访工作 其实从信访工作中我也发觉到 这个是挂职是吗 挂职 因为也是广东的一个新的做法 新官必须经过三个月的培训 跟民众到社会去了解情况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非常之理解 民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 而且有很多问题 据说有80% 是可以在明牙状态中处理掉的 不至于造成现在这么多上访 所以我就凭着这个一种热情 当然也有人说小心官员开博客是非常危险 所以我说我谈一些对党有利的事情 对政府有利的事情 为什么不好呢 在意点击率吗 说老实话当时我一点都不在意点击率 这个博客翻起来之后引起了指示媒体的评论 尤其是打散门一下子崩到几十万 是从那个打散门开始是吧 应该是从那个打散门开始 现在您的这个博客的这个点击率是多高 我现在当时新浪就将近531万 人民网那将近200万 肯定点击量就超过千万 千万千万就不敢说 那有七八百万了 这个七八百万的这个点击量 是不是就是因为几个门 其实 每个门和两三百万的点击量 其实也不是 能进这个门的也不多 能进这个门 其实我所说的这些门 其实也是百姓所关心的 才成为公众的舆论的焦点 所以这个后来我是注重点击量 其实点击量就是 人们对你的观点的一个重视的程度的反应 其实开博客的一个目的 就是了解民情 如果你所说的话 所说的官话 就像好像你在大会上所说 所说的话 随听呢 或者说你把你在大会上的讲话搞